Diamond1 Wa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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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have to do this I have to do this 好了我爽了 我知道我可能是全網最晚出奧本海默影片的人 沒有跟上流量快車我還是血了 原因是就算我不是一個非常大的Nolan粉絲 我依舊認為他在這部片嘗試了一件 不僅本身非常困難的事 也是對他來說極具挑戰性的事 在開始前我想先說 這部片在二刷完後給我的感覺非常非常奇怪 至於為什麼奇怪呢 我們後面再說 眾所皆知Nolan拍電影 論規格層面現今業界也可能無人能及 應該不需要我贅述這部片特殊的IMAX規格 再加上實拍跟核爆有關的畫面 我覺得他的片在標準好萊塢大片的雨傘下 絕對是想追求極致視聽體驗的最佳選擇 所以說呢 讓我先把醜話說在前頭 我非常不喜歡奧本海默的聽覺體驗 這個我說著也心痛啊 配樂師Luke Rick Goranson 其實是我非常非常喜歡的配樂師 甚至是一位真的有影響我的配樂創作的配樂師 對我也做配樂所以不要說什麼 我不懂配樂 但只要跟Nolan扯上關係 好像就會開始變成他喜歡的形狀 這我覺得真的不是什麼好事 他很喜歡暗示性極強的音樂 再加上他配樂用很滿 想要烘托情緒的時候 真的會不定於把所有的空間都塞爆 這不只是在奧本海默才會出現 其實在他過去的作品就有這種情況 在這邊我想說 Nolan啊 有時候安靜就是最好的音樂 當然聽覺體驗不只是配樂 還有聲音設計以及很重要的混音 之前就有被詬病天能的人生混得很糟 都聽不懂在講什麼 最近重看敦克克也發現很多槍聲啊 人說話的聲音真的不是處理的很完美 至於奧本海默嘛 我覺得近一次戲院應該就會發現 那個配樂到底是在大聲什麼 這是我覺得我在戲院裡最接近熔掉的一次體驗 我說的還不是原子彈爆炸的聲音哦 我說的是配樂 我覺得這沒什麼好講的 就是混音的失誤 二刷之後我感覺依舊是如此 配樂缺乏動態 只有小聲跟超大聲 沒什麼好找藉口的 沒混好就是沒混好 不過雖然整體上我不喜歡 但還是找得到我很愛的亮點 那一段原子彈投下後 奧本海默開始陷入迷失的情緒 搭配著他激情的演講 台下掌聲如雷貫耳 然後瞬間我們聽到一個人的尖叫 聲音完全消失 Oh my god 那段不管是創意或是最後執行上 真的都是無話可說 Master class 就是這種創意 我覺得這部電影在聲音上 可以多一點這種東西 好啦算命離開了 我們可以來講這部片的優點了 畢竟不可以批評我們的神級導演 諾蘭嘛 諾蘭拍的片怎麼可能不好看呢 覺得不好看肯定是你沒看懂嘛對不對 我必須說 我覺得我為我第一次看IMAX前沒有做功課 這樣如此傲慢的舉動 付出了慘痛的代價 奧本海默是一個歷經非常多波折 甚至自己就是一個 足以撼弄歷史的人物 這是Nolan首次嘗試以真實歷史人物為主體拍攝的電影 可想而知他對於這個人物所要做的調查 以及濃縮他人生故事精彩的部分成為三個小時的電影 這些種種挑戰所要付出的心力 我竟然覺得進戲院看三個小時就能完全吸收 我實在太天真了 在這邊我要對Nolan說聲 對不起 我想簡單介紹一下J. Robert Oppenheimer這個人 因為我覺得這個故事本身真的非常精彩 那因為篇幅的關係 我盡量只講跟電影有關的部分 Oppenheimer出生於紐約一個富裕的家庭 從小受過不錯的教育 後來到哥廷根大學學習他熱愛的理論物理學 性格上他比較直接 對於能力強或是他想要認識的人 他會解盡心力付出 但對於他看不上的人就壓根藍的理他 我覺得這個性格讓他後來的人生吃到了很多苦頭 拿到博士學位後他開始教書 後來也在UC Berkeley擔任副教授 在他任教這段期間他逐漸開始關心政治 1930年代他和多數的年輕知識分子一樣 關注並支持一些social reforms之類的議題 儘管這在當時算是一個浪潮 身為一個知識分子關心這些事 甚至做一些捐款是再正常不過 但在麥卡錫時代的陰影下 這些佐進思想在政府眼中 對國家都是有威脅的 而這些精力就是往後摧毀 撤回Openheimer 社會地位一個極為方便的工具 OK的2戰登場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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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為了防止德國搶先完成製造核武器 美國也加緊腳步研發 Openheimer 成為了這個計劃的頭頭 雖然他的佐進思想讓政府有點不信任 但陸軍少將Leslie Groves為他背書 據Groves的說法 他覺得以OPENHEIMER的知識水平可以升任領頭的角色 畢竟這個工作牽扯到的不僅僅是物理層面 還有化學啦 鹽鐵啊 炸藥等等 而且Groves說他感覺到了OPENHEIMER有一種 Over-Winning Ambition 他覺得這是要讓這個計劃成功需要的特質 不得不說這傢伙是真的很會示人 而從結果來說更是如此 1943年經過選址後 OPENHEIMER便投入了出現在電影中 Los Elmo沙漠的曼哈頓計劃 在此計劃中有一位科學家很重要需要提一下 他叫Edward Taylor 他想要製作比原子彈威力更大的氫彈 所以跟OPENHEIMER的理念算是有發生衝突 後來也變成了OPENHEIMER一個很大的隱患之一 順帶一提這個Edward Taylor 便是後來Dr.Strange Love的角色原型 計劃開始三年後 終於做出一顆實驗性的Trinity 進行了釋報 也很成功的達到了預期效果 1945年美國投下兩顆原子彈 二次大戰結束 在這之後OPENHEIMER一度回到學校 卻發現自己已經無心教書 這時美國原子能委員會 AEC的創始成員之一 Louis Strauss 請OPENHEIMER到Prinston高等研究院擔任院長 後者接受了邀請 兩人變成工作上的同事 然而1947年發生了一件事 在一場公聽會上 Strange反對美國出口某放射性元素 因為害怕被做成武器 當然也有可能是商業考量 卻被OPENHEIMER當眾嘲弄 說出口這個沒有危險 Strange被整得很難堪 就因為這一件看似為不足道的嘲弄 Strange想要擺OPENHEIMER一到 所以才會有電影開頭的秘密會談 其實就是Strange密謀的 目的是要剝奪OPENHEIMER的安全許可 而我們前面提到的 很多他沒處理好的人際關係 以及他的左傾思想 都變成對他來說很不利的因素 結果當然就是被剝奪了安全許可 沒有了這個安全許可 就等於OPENHEIMER變成了一般的平民 可以說他的傲慢及大拉拉的性格 造就了他最後淪落到如此的境地 但也可以說這套體制就是捕風捉影 且時常被有心人士嫁以利用 電影中一句台詞令我印象深刻 他說 You serve your country well If this is the reward she offers you Then perhaps you should turn your back on her 成就如此偉大的人 最後的結局竟然是如此 真的是令人非常痛心 介紹完這些 大家大概就知道 我一刷跟二刷擁有的資訊的差距 那我就來說說 兩次進戲院給我不一樣的體驗 第一次我看完了三個小時的IMAX 我有些迷惘 因為我覺得太多史實 我可能要事先了解 加上人物複雜以及節奏明快 我沒有辦法真正釐清Nolan 究竟是如何寫Oppenheimer被陷害的細節 以及他究竟寫了多深 以及他的敘事到底有多精妙 所以我知道我必須二刷 當我結束完我的research 準備二刷後 進戲院卻發現我好像一直在看Nolan 在拍一些很正確的歷史事件 他的角度是相對客觀的 除了玩了一點敘事手法 Killian Murphy完全眼活這個角色以外 我覺得我感受到的是相對少的 這也是開頭我說到 我覺得體驗很奇怪的原因 因為儘管我第一次感覺沒看懂 但感受卻是比第二次看強的 所以我覺得也許我對Nolan 在這部片的敘事不是那麼的滿意 不過這也有點在預期之中 因為Oppenheimer這個角色太複雜了 發生在他人生中的很多小事 後來都變成影響他人生路途的事件 如果不交代清楚 可能觀眾無從得知 但電影時長只有3小時 訊息又這麼細碎 所以只能說這題可能真的無解 喔對然後看完第二次後 我也在思考一部3個小時 然後又有極多對話系的電影 究竟算不算是存在根本缺陷 因為Nolan就是要我們在電影院看 which means這部片就是設計3小時 不能暫停一次看完 但就以我一個完全知道內容 不需要花極大力氣了解 到底在演什麼的觀眾 到最後20分鐘高潮的審問片段 我還是沒能跟上他的語速 畢竟3小時要完全聚精會神 真的太疲勞了 不是說不能拍這麼長 超過3小時的片也不是沒有 精彩的也不少 但有這樣資訊量的我想未必這麼多 不過我覺得這值得討論啦 因為我知道一定有人要跳出來說 他一次就看懂了 或是他影片才播到一半就知道後面要演什麼之類的 也許真的就是見仁見智 只是我覺得這部片看完就是 I feel exhausted 最後我想說這確實是一部很有趣的片子 水準也很高沒話說 一如Nolan以往的片很值得討論 甚至我覺得比他以往的片能有更多方向去做討論 而且在大量對白中 也很多值得戲品以及讓人感觸相當深的moments 或是dialogs 我真的特別喜歡奧本海默在最後一場戲 跟愛因斯坦談話那邊 在講關於連鎖反應的那個雙關 我覺得你要把這個當成影史百大結局 我真的完全不會有意見 我超級喜歡那個魚運超強 我也覺得這有機會是今年拍的最好的傳記電影 我都想要去找傳記來讀 所以奧本海默絕對值得好好欣賞 聽說上映期會到100天 所以等到人比較少再去看吧 以上就是我對奧本海默的想法 那你有什麼想法可以在下面留言 也感謝大家的耐心 那不要忘記按讚訂閱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囉